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香港自2006年起 每年5月4日 青少年制服团体都会进行五四星期礼 活动过往在湾仔金字经广场进行 今年就移私去到香港电台 出席五四星期礼的文政事务局局长 徐英伟就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他又说特区政府也一直致力 让年轻人认识国家和托阔发展空间 包括为他们争取在大湾区的发展机会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对国家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世纪长征系列活动横跨一整年 青年人应该把握机会研习 从温先辈为国家呼却而努力的时职 透过了解成就大地过去八年的发展 能够增强国家观念和民族的自豪感 今时今日大部分年轻人未必太关注五四运动 但是一百年以来 五四运动和年轻人相连的历史意义并没有停止 当年一场爱国运动 啟蒙不同年代的年轻人 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运动啟蒙不同年代的年轻知识分子 关心时局奋不顾身 在今日的星期礼上 世纪长征系列活动筹委会召集人 梁唐清姨也提到 当年的大学生是为了保卫国家领土完整 而走上街头 同前年本港反修例事件当中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 理念完全是背道而驰 是不舍运动之中 学生面对政治上的不公义 是否应该以激进的手段表达不满 应该用怎样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不舍运动 到了超过一百年后的今日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题材 梁唐清姨在活动之中又提到 世纪长征节目是出录了中央电视台 百年中国节目制作 并且会加入近二十年事件的纪录片 也会提及六四事件和文革等的内容 他期望青年人能够透过节目 从更加广阔更加全面的角度了解祖国 那个一百集主要是纪录片 是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的纪录 里面有包括所有发生的重大事件 包括有六四事件 又包括有文革等都会提及的 认识历史我们才可以掌握未来 的确好像梁太所说 要认识历史才可以掌握未来 所以历史的纪录是非常之重要 未来如果有人想了解过去发生的事 纪录片和新闻就是其中一个可靠的渠道 让他们去找寻资料 更加全面去了解 因此保存史料 威时代留下见证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今天是五四运动1802周年 在今时今日的香港 五四精神有什么时代意义呢 大手林郑月娥就说 提升国民教育会由学校做起 在未来新学年通识科将会改为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新课程怎样可以培训学生的国民真粉认同呢 以往通识科就强调批判思考 改革之后会不会有变化呢 今天我们就请来港区人大代表 教联会会长黄军瑜和时事评论员陶杰 一起上来谈谈 欢迎两位 好 问一下五四精神 你们认为是代表什么呢 五四精神首先就是一个 爱国的学生运动来的 由它的起源到什么 它都是从一个反对劣强 侵害中国的利益而起的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 在现在这个年代 我想来到香港 我想随着那个 比如最近的那个 爱国者治港 这个都是一个 其中一个讨论的热点 是 陶杰呢 今天讲五四 我们看1919年 有两个精神的 刚才黄会长讲的 这个外在的精神 就是当时怎样会爆发 因为有一个国家 那个领土遭受再割的 山东 山东交周湾的权益 应该是由德国那里移交给日本 还是归还给中国 一个即时的领土完整的 和民族尊严的危机 因为这个是巴黎和会 这个是北洋政府 是被受压力 虽然你是参战 是战胜国 但是你要被其他的列强 是逼他将山东交周湾 由德国那里 半殖民地那里 权益是移交给日本 所以这个是一个杜火线 这个向外在的 但是内在就已经酝酿了 如果一段时候就是胡锡 傅思联 钱元彤 他们是要改革这个语文 提倡这个新文学运动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民主与科学 这个是内在 它是五四成功五四的内刻 我们今天看回 这个山东交周湾 这个领土宰国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已经是没有了 因为经历过后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华民国的战胜国 揮取不平等条约 连最后的香港 都在1997年之后收回 所以你问我 到今天仍然是relevant 五四的精神仍然是相关的 五四的精神是什么呢 就不是说这个北洋政府 卖国 而是民主与科学 所谓德先生与蔡先生 这个应该是 五四运动 很多人都会提到的 我想那个 那个其实是我理解 那个其实是一种手段来的 就是说一个方法 那个目标 为什么会提升文化运动 为什么德先生 民主等等 其实那个目的是为了强国 就是当中国积弱 他被人欺负的时候 你怎么才能够 令到中国可以 整个国家可以强盛起来 不再受人欺负呢 这个就是五四那时候 要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还对吗 现在我想也一样对吗 这个你看到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上面 你中国仍然是受到压抑 仍然是受到不想你强起来 还是有一种这样的声音 或者有一种这样的势力 所以在这个年代里面 我们中国怎样可以 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以是团结一起 可以令到自己可以 我们说中华民族的 这个崛起 提起五四运动 当时就是一大批学生的示威 其实最近也有一篇报道 就说有一本出版 写了一个历史的教科书 本来就有一条题目 希望学生借五四运动学生示威 去评价今时今日学生的示威运动 评价警察和学生的表现 但是就有报道就说 发现了那本的教科书 这个部分就删除了 有人质疑是否现在说五四运动 我们有些东西 有一个新标准 有一个新的指引 有没有新的指引 我不知道 但是五四运动 你说看回头 它其实 当然它有积极的一面 但是五四运动的过程里面 学生它比较激进那方面 也都是受到批评的 比如当时他们都有火烧 所谓火烧赵家流等等的事件 你说评价 就是我们总结五四运动的时候 它是有它正面的一面 但是有些地方也都是需要去检讨的一面 我也同意了 这个当然是五四的宗旨是想中国的富强 那个手段是科学和民主 至于火烧赵家流那种暴力 是前线抗争的执行手段 这个三条线分开了 我刚才说了 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即时领土被载割的危险 那你现在想富强 没错你是用科学和民主的手段 那这个国际社会才能够认可 什么叫做科学呢 比如说如果出现一种病毒 你准不准许世界卫生组织 去到中国的时候很科学地去调查呢 例如说我们科学是有几分证据 就说几分说话 证据和事实 你是否容许一些医生在早期的时候 运用一个自由的方式 在社交媒体那里说出来呢 还是你用一个制度的专制去灭了它的声音呢 这个手段呢 我相信如果利用这种手段 去达到所谓的富强呢 我们看到这一年国际社会是不接受的 这就牵涉到学校去教的时候 可不可以提这些东西呢 没错 这个叫火烧照交流的暴力 这个就是非常政治的问题 那你学校教的 先生一定要跟学生说明 你用五四的时候用 如果不是用那么暴力的手段 火烧照交流去毆打这些外交部长呢 是不足以阻撼到 在这个巴黎和会的北洋政府的代表呢 是不签止 不接受 这个不平等的条约 那你一定要 就要用科学的方法呢 去辩论这种手段 对还是不对 在学生里面我想宣扬暴力 或者鼓吹暴力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是吧 就是说你如果说到赵家流 我们应该是说这个 就是反对的 至于你说他在政治上面 他会达到什么目的 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在我们教育的角度 一定是反对暴力的 这个是新增加的内容 我读中学的时候没有 没有这样东西 一齐歌 当然你说是否因为他召加 又是火烧自家流 所以就会不签呢 其实我的看法就不是 最近这些老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 因为未来有一个改革 未来九月就有一个新课程 其中比较争议就是 这个高中通识科 就会改为公社科 即公民及社会发展科 那里面都会有一个 这个关于世界的部分 内容都侧重香港和中国的 那这些老师就说 会不会以后 中国负面的事件 可能就不可以用以前那种方法 辩论去一个开放式的讨论 这个我想就不用那么担心 就是说你 我怎么看呢 我觉得在教育里面 它是有几条底线的 就是说你担心 只要你不要超越这些底线 其实就问题就 例如那个底线 例如那个底线 刚才说暴力 宣扬暴力 这个底线是不可超越的 你不可以做这样做 这些事情就可能踩了红线 不可以散播仇恨的 不论你对谁都好 你可以批评政府 你可以批评中国 但是在这个批评的过程里面 不是一种散播仇恨的 就是说你不是想打垮它 不是想推翻它 你是想它改好一些 而我们现在当然就很明白了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对吧 王会长讲的原则 我当然完全同意了 难道你叫那些学校学生 立即学校公司运动学 火烧赵家留个part 然后要增加这个膳食 什么东西 立即这样搞事吗 这个当然是绝不容许 是吧 但是你说 这个部分你不能够避免那些学生提尖锐的问题 因为现在2021年 就不是1971年 因为整个网络四通八达 所以先生遇到这些尖锐的问题的时候 他怎样引导和他怎样面对 好像你刚才说 王会长说 如果暴力是不对 火烧赵家留那一部分是不对 那他如果把镜头拉闊 那你南昌暴动 或者叫南昌起义 或者叫武力革命 在1925年、1927年 那些省港大罢工 那那些是否一种武力 可以这样问 省港大罢工就不算是武力 是吧 罢工 罢工是瘫痪 瘫痪生产 我没有立场 我的意思是 现在2021年 是学生必定会问先生这些问题 刚才我同意政治和教育 是有一个分野在 但是现在九月 只有几个月时间 就有一个新课程 会不会太高 他那个课程 他现在最后还没出 他出来 他就按照那个课程来教 是吧 但是也很赶 会是赶点 会是赶点 这个肯定赶 因为教科书已经出不及了 是吧 因为他现在教科书 又需要送审 就是这样 但是就那个大纲来说 我想老师是会辛苦一点 就是说你只能够先掌握 就是自己能够掌握那些教育 那些先 因为你始终 但教科书都没有 那怎么去做呢 因为你根据内容自己去搞 就是自己能够 现在就看下 看下政府最后有什么支援 说回为什么今次要改革呢 就说想将通识科 以前所谓异化了 所以现在要改革公社科 然后他们都强调新课程 都要保留学生一个 独立思想的一个理念 其实你们觉得改了之后 还能不能保留这件事 还是都要有些调节 所谓批判思考 批判思考 批判思考已经不提 现在所谓critical thinking 它在译的时候可能有些问题 就是批判性思考 变了criticizing thinking 现在就是一个明辨 它好像译中明辨思维 神思明辨 神思明辨 批判是一个学生 不适而太早展开 因为你只有七八岁 好像现在 美国有一个话题 就是是否准许 小孩子去作一个变成的手术 一个小孩子只有七八岁 五六岁 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要睁大眼睛 他要认识世界的事物 优先的有很多 是不是 不可以说五六岁 你就叫个小孩子 我有女性化倾向 于是我批判这个男性霸权 他只有六七岁 他不知道什么叫男性霸权 六七岁 你只能够分清楚 男人是什么 女人是什么 就够了 如果你长大了 另外有某些性倾向的意识 你发现是想自我反省 这个是留待下一阶段 遲些 但是西方左翼的教育 就是太早 是将太多的批判 对宗教的批判 保守主义的批判 对这些什么性别的批判 就太早折了给他们 刚才你们都提到 什么时候是太小 他吸收了一些知识 另一个争议就是 讲到国安教育 其实也有些学校反映 如果小学生都要去教国安教育 可能学生太小 都未必吸收到 分辨到什么是国家安全 什么国家威胁 你们都有没有听到老师这样的忧虑 或者国安教育 如果是小朋友 应该怎么教 小朋友看他什么程度 现在他教育局 他出了一个指引 从小学那里 一直到中学他都有个指引 就是说你在小一的时候 你应该教什么 那时候其实主要是讲国家 就是说你年纪太小的时候 就讲国家 国旗 国徽 国歌 就是国家是什么 你才有个安全 幼稚园跟他讲国安 就是等于小学一年级 在美国跟那些男女学生 讲变性的意识一样 我还没见过国安教育的课程 我不知道怎么教 我现在有个指引 是不是将国安法的条文 不是 罪行也要分辨 罪行也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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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暴动 颠覆 这些东西 如果你将本来 这个特区政府成立以来 已经有母语教育 有这个叫做国民教育 公民教育等等 现在就是国安教育 其实国安法 就不需要特别一个课程来教 你这个基本法 如果那些人明白这个概念 还有知道香港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那国家安全这件事 就不需要特别去跟他们讲 比如人大的决定也好 没有国安法里面写的要求也好 对在学校里面 是进行一个国安的教育 就不是说 是合爱一个国安法的教育 因为法律 毕竟不是我们教师的那个专场 那国安教育的要点在哪里呢 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 所以 学生只要他有 教导 他对国家有一种认同感 这个安全他就自然会关注的 是吧 就是等于家企一样 你对他家企有认同感 你家企的安全你都会担心的 有没有闪到门出街 但是你没有那个认同感 那就另外一回事 可以引用局长 教育局长云雄的一个说法 他就说 问到他应该怎样教国安教育 他就说 维护国家安全 就没有任何争议 所以学校就不需要 当一个争议性的议题去讨论 那两位怎么看 没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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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有争议 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 国家都有争议 有些人觉得 我是爱国的 我不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爱五千年的中国 我不是爱七十多年的中国 教协提过一个问题 就是问过 六四事件 会否涉及到国家安全 在课堂上 那不涉及国家安全 那是一个历史 对不对 当然你说用六四事件 去处理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 就是另计 就是说你通过六四事件 你说我要去达到一些什么目的 那这个当然就是另计 但是如果只是说六四事件 就是说一个历史事件 这个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教协 不要逐件逐件拿出来问 是不是 你说六四是一件事实 你用五四的叫科学与民主 事实是合乎科学 当时的过程 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 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 香港又怎样回应 完全可以告诉这个学生 这个没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你逐一样东西去问 而是说行不行 下面的教师很多 当然是说宁愿不行 我不做 就好过不说 就好过我做了 会被人装弹工 所以本来是没有那么多争议 因为你现在外部的环境 香港社会的政治环境 是越来越畸形 越来越多 是令到一个小孩 是看不明白的矛盾 有这么多冲突的局面 是吧 所以这个是困难的 今天五四 我收到一些片段 几次是大陆那里传来 一些大陆的小学 竟然叫小孩出来 普天之下莫非黄土 犯我汉者虽远必诛 这种是不是一种 国安的教育呢 明显这种是一种侵略性的 是一种进取性的国安教育 你刚才说的就是防御性 有外国势力 什么来搞你的时候 你怎么样防御 现在不是 当一个政治形势改变 比如台海南海有事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要面对 这种的国安教育呢 最后想问一下 教育界这么多的争议 各样的问题 其实也有些学校反映 很多学生退学 其实教育局也有一个数字 出来了 就是2020-2021年学年 学生少了1万8千人 比之前那年的减速 就是有3.2% 其实你们怎么看 现在算不算是一个退学潮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退学的原因 你在中途退学 多数都是因为移民的原因 当然你又牵涉到移民 有没有移民潮 就是这样 这个我想 在现在来说 可能是难以判断的 还要观察一下 陶结你的判断是怎么样 当然这个退学潮 我想特区政府教育局 是要解释的 因为这些教育局长 常备 几十万一个月的 如果我是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国家的领袖 那个教育政策 是令到那些家长和小孩 是将自己的教育前途 是压住在外国 我会觉得挺羞耻的 比如说 如果英国的教育部大臣 如果过几年 那条数据出来 是英国的寄宿学校 普遍这些人读到中三 就个个走去中国 北京或者北韩去留学 我想这个教育大臣 在那个国会 是接受严厉的质询 甚至是下台的 所以你这个问题 你不解决 你不向市民去解释 你在下面 慢慢教这样教育 那样教育 又改这个通式 又变成这个公民社会 你只是会显得 你那个教育政策 整个大方向 是越来越不能够 令人信服 这个你要解释 为什么 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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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 移民 有些不是移民 再纳税人 可以问 我交税 我想他进去观纳中学 什么 现在你搞到 我要更加贵 送小孩子去英国 还有那些父母 到底是蓝丝 还是黄丝 外国 还是什么 亲西方 你应该有一个 父母是什么职业 什么大级 你应该有一个 每年的审计处 是应该审计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莫名其妙 要有分析才能确定 是不是这个教育政策 令到他 即他是不满意香港的教育政策 为什么 所以要退学 甚至要送小孩子出去 还是其他原因 可能有些人是因为政治原因 又不顶 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不顶 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但我同意 如果你作为 负责香港教育的官员 他们是有责任去解答这个问题的 他们要做一些研究 去问清楚 究竟是 问题出在哪里呢 那今天也很感谢各位 好 谢谢 方知名 氏